吴童妹视讯真Angel! 贾静雯一打二如果乃在就好!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贾静雯近期待步步,本妞参加亲子时竟节目妈妈是超人,日前修杰凯外出工作,她独自照顾二女儿,一打二不仅泪炸又崩溃,索性听到大女儿吴童妹视讯打气,她欣慰说,谢谢乃关心我,如果乃在就好了。 贾静雯和修杰凯约定,实施三天不吃零食的计划,本身超嘴馋的她,实在闷到受不了,决定外出透气,我觉得在家闷一天了,又不能吃自己爱吃的东西,想说到外面去走走看看。 为奖励步步步一整天没吃零食,贾静雯特别带二女儿至卡通主题餐厅用餐,席间不忘和远赴上海求学的大女儿视讯,梧桐妹看到久违的妹妹,兴奋大喊,我很想你耶步步,呗妞我也很想你呦。 梧桐妹眼前发现妈妈一打二照顾妹妹时,忍不住关心妈妈,乃会不会累啊?一次带两个。 贾静雯文面露无奈说,乃才知道,谢谢乃关心我,如果乃在就好了。 母女俩的互动,犹如闺蜜般,贴心举动或赞angel会关心妈妈,妹妹,人如其名是天使。 梧桐妹首度在节目中出声,甜美嗓音让网友感到惊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